欢迎收看白宫意见 我是张经义 那么今天美国当地时间的周二 美国总统拜登 是签署了号称 美国历史上耗资最大的 对抗气候变化的有关法案 光是在气候变化有关方面 就将要砸下3700亿美元 这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将近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 一整年的GDP 那拜登砸大钱 并不只是对抗气候变化如此简单而已 目的还要再进一步卡住中国的脖子 怎么卡呢 这等一下会谈 而这多达700多页的法案内容还有不少 而整个法案的全称叫做 降低通胀法案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简称是IRA 但是有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 却认为这简称当中的I 指的应该是income 也就是收入 也就是他认为这实际上是降低收入法案 这法案真有办法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吗 让白宫意见为你解析 在拜登放暑假之前 我在白宫里和你谈了一件很奇幻的事情 就是拜登越不管事越管不了事反而有更多对他本人有利 不说其他人 而是对他本人以及民主党有利的内政好消息 像是近来的芯片法案或者是美国开始出现略微降低的油价跟通货膨胀 而这一回的降低通胀法案同样的是在拜登开心放暑假期间 就这么奇幻的通过了 法案通过之后呢 拜登开开心心的在记者面前骑脚踏车 然后呢 还在南卡罗莱纳州放暑假的拜登是在周二下午特别赶回华盛顿的白宫 大张旗鼓的签署了这一美国历史性的法案 那么一签完之后呢 又马不停蹄的赶回他特拉华的老家继续放他的暑假 可能呢 是期待啊 继续放假 好运 继续来 那更有可能的是想要避免啊 被记者问到他从阿富汗无条件撤军一周年的尴尬议题 像是他承诺要给予冒死帮助美国的阿富汗人呢 特殊签证 那外交政策杂志说呢 一年期间啊 美国是给出了一万多张签证 那现在呢 是剩下大概六倍的人 大约六万阿富汗人还在等 那加上他们的家人可能约莫有二十万人啊 还在等拜登实践对美国盟友的承诺 那言归正传了 拜登呢 这降低通胀的法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这总价值七千五百亿美元的法案呢 民主党是如何反将共和党一军通过的 细节上次有提 欢迎回看 总之呢 这和奥巴马一改一样哦 是没有半个共和党的参议员 或者是众议员投下赞成票 那我们都知道呢 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这个奥巴马一改啊 在过去这些年呢 几乎每一年都遭遇挑战哦 现在已经被修得整个面目全非了 那这次这个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 降低通胀法案 未来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还不好说 但是在拜登签署下去的那一刻 就注定啊 对美国的社会带来改变 这个法案呢 会对美国造成三个改变 一个呢是美国贵得要命的衣保 不开玩笑 真的是要命哦 在美国搭15分钟的救护车啊 不少的美国的媒体新闻报导呢 要价是高达5万美元 算起来啊 大概是15分钟呢 33万人民币哦 美国的要价呢 也是高得惊人哦 不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比 光是和发达国家比呢 美国的要价平均啊 就高人家250%以上 惨的是呢 没有太多储蓄习惯的美国人老了以后 很多人真的因为买不起处方药而要了命 这一回的法案呢 是砸大钱修补了美国医保这个大洞中的一小块 就是帮助呢 有联邦医疗保险的退休老年人们 跟这个制药厂呢 进行协商 那还有在他们的处方药支出到达一定的数字之后呢 美国政府会帮忙负担哦 这对美国的英法族来说呢 无疑啊是好事 那美国媒体呢也以历史性来形容 不过这真的啊 只是这个美国医保大窟窿当中的一小块 说历史性呢 有点勉强哦 但是呢 在气候变化上面 如果呢 如预期般实施的话 那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无误哦 因为呢 根据美国政府官方的说法 一旦实施呢 与2005年的水平相比呢 到2030年呢 这法案将能够使得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呢 削减高达约40%哦 这可是大量的减排哦 但前提是如果能够预期实施的话 周二呢 金船啊 他的妻子也确诊新冠病毒的拜登呢 让美国的第一夫人呢 留在南卡罗来纳州隔离 那拜登是特别资深啊 赶回华盛顿 在签署法案前呢 他特别这么说 这法案当中呢 对抗气候变化的部分呢 主要呢 是提供补助跟税务优惠 试图改变美国人使用能源的习惯 那补助的话呢 是大举投入智能农业还有清洁能源汽车的制造设备跟工厂 那同时还要砸270亿美元呢 创建绿色银行 以资助呢 美国清洁能源技术跟减排基础设施 那另外呢 还有对一般美国老百姓的税务优惠 像是呢 在家安装节能啊 或者是清洁能源家电呢 提供税务优惠 还有对购买新的 或者是二手的电动车的百姓呢 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税务优惠 但是有个前提 这明显是针对中国电动车供应链而来 听听拜登是怎么说的吧 是这样的 众所皆知呢 中国啊 在清洁能源跟这个电动汽车供应链上是领跑全球的 那为了扶植美国和盟国的企业呢 这法案啊 有一些条款 像是呢 要符合税务优惠的电动车呢 至少要有40%的关键矿工 例如孤啊 里啊 跟镍等等哦 必须在北美或者是呢 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提取和加工的 那其他国家产的一律不行 但问题是呢 美国现有电动车啊 大量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那实际上呢 现在美国高达70%的电动车啊 是得不到税务优惠的 那这些车厂呢 势必会寻求美国或盟国的材料来制造 也就是说 拜登呢 想用芯片法案呢 来卡住中国的芯片产业的脖子 那现在还要用降低通胀法案来卡住中国的电动车产业的脖子 当然了 拜登政府啊 是认为呢 砸下大钱能够迫使美国的企业转向 可能吗 当然了 有这样的可能的 但是呢 眼前的争论也来了 美国电动车产业能够这么快切断中国供应链吗 美国不少主流媒体是不乐观的 那首先呢 是现存的70%的电动车卖给谁 谁会放着几千美元的税务优惠不拿去买原价的电动车呢 美国大量的电动车势必滞销 谁买呢 再来呢 消费者一定会去抢那为数不多符合资格的美国制的电动车 求过于功就是价格上涨 那所谓的通货膨胀简单粗暴的说就是有钱但是买不到想买的商品 价格自然上涨这可能呢不只只有电动车啊还有太阳能板啊跟节能家电等等啊 这名为降低通货膨胀的法律是奔着反方向去的吗 这也是共和党的一大论点就是撒了几千亿美元在市场上创造更多的货币不正式制造通货膨胀吗 那这一点呢民主党人呢也想到了于是他们的计划是开源也就是加税再加税 首要目标呢是美国的大型企业 法案呢将对大型企业啊开征15%的公司最低税 那第二个目标呢是对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差税 白宫预计啊这两招十年内呢将能够充实美国的国库高达1240亿美元 弥补啊这花出去的这个7000多亿美元的一部分 那为此呢这7000多亿美元当中啊其实还要再拿出800多亿美元呢 花在增加美国国税局查税跟收税的能力上面 美国国会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啊指出 美国的国税局啊将因此增加8万7千名员工 他说啊8万7千人呢比拜登故乡的总人口都还要来得多 共和党人呢普遍不相信如此海量的税务稽查人员 不会将手伸向美国中低收入的百姓的钱包里 毕竟啊大企业后面律师一堆收税很难 小老百姓啊通常会交钱了事收税简单太多了 也难怪呢有共和党的议员啊称这个法案呢为降低收入法案 说到最后呢这争论啊当人还需要时间才能够知道呢 这法案究竟是真能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 还是实际上降低美国百姓的收入 白宫一舰呢也将会持续为你观察 感谢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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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